終於到了場平鎮了 我們快找到渡船口 搭船到濮陽吧 二師哥 不許這麼著急 三回同師傅從這裡搭船到濮陽 積極出發 我一直入住山頭的道拉 怎麼還有半日的時刻 就先歇息一下 啊 真的對不住四面 我只是一心想著趕路 未曾顧及旅途之勞盾 或者四面同心急的我 一起奔走 也好 我們就四處逛逛 歇息一回吧 謝謝你二師哥 我記得搭船起來先打一個任務 打一個怪物吧 有了 馬頭還有一艘船 可是並沒有看見船夫 該不先去找船夫才行 小夫妻兩個是要來長平鎮定居的嗎 呃 不是的 我們不是 我是來定居的啊 那是來搭船的囉 我們是 但是我們不是 什麼事又不是的 老人家我都有些重聽 說話別置物吞吐的 你弄我一點 我是想請問你老人家 又不是 是不是知道這艘船的船夫上哪去的 啊 你說船夫翻腦上吃吧 他昨天下船 就起碼跑來抓 來找我抓一位藥營啊 可我這沒啦 也莫可奈何 不過看他心情如粉一樣 我也不能 所以就指點他到這裡 的東北方 約莫十里的江邊屬林子 那或許會採收 他就急急的跑去啦 那這從左鵝 到現在都沒見個人影 這樣啊 那還有其他的渡船嗎 沒啦 本來有三艘船的 就 臭巧一艘聽說送去整修 另一艘則是我的火雞搭去埔養啦 這 這麼不臭巧 是啊 如果你們小夫一起兩級的搭船 不如幫個忙去找找煩老山 否則等我火雞打埔養採過回來 也是四天後了 是啊 四天 這可不成 二師哥 我想反正的長門還有半日 不妨都做過順水的人情 說不定讓船夫真的出了什麼事 我們能夠找回他 也是替自己醒個方便 嗯 什麼說的也有道理 那我們鎮長 我們之後告時吧 好好好 勞煩你們啦 呃 還有 蛤 還有什麼疑問嗎 我們只是想跟你澄清 我跟這位姑娘 只是同門師兄妹 不是姐裡夫婦 這一點請你不要誤會 啊 是我誤會了嗎 哈哈 但是都抱歉了 誰叫我們倆如此登對 這叫老人家豪生謝莫 這 我 我 沒關係 那我時間緊急 正常前面 我們就先走了 好好好 慢走 二師哥 別人那麼說 你很在意嗎 當然 我個人錯平事小 跟你一個身為出家的女孩的家 明潔清白 可對知識體大 我不希望那你就莫名的 謀生不白 不白之冤 我 可是我 我不在意 什 什麼 師妹你的聲音好小 我沒聽清 沒 沒什麼 二師哥 我快去找那個船夫吧 女孩和交的心事真是難猜 仿佛無定的 OK 很好 講明白一點就是高魂軍 喜歡你啦 還有我們交 東北樹林吧 東北樹林 嗯? 有人他哀嚎聲 哎呀救命啊 誰啊救命啊 師妹你留在這裡 我過去瞧瞧 嗯 這位大叔 你是怎麼了 我 我手就傷得腿痛痰 不得 唉唉好痛啊 年輕人 你是不是可以扶我為長屏症 這 千千人求求你啊 你們要是丟一下我 我可以要活回給野獸吞吃啦 那好吧 二師哥 小心 大叔 你可多撐著點 我就回 扶你回長平鎮 這位大叔受傷了 二師哥打算怎麼做 不找人呢 這位大叔看來在此受傷許久 甚至十分虛弱 若是欺嘆與不顧 恐怕會有危險 所以我先打算扶他回長平鎮找人救治 那我們自己的時間怎麼辦 沒辦法 我想嘴硬派沒得到掌門 一時半刻也是不會離開的 到不了到時候 愛上一頓師父的責備 怎麼會累得失眠 二師哥不用擔心 你若是仗義助人 是被虛心學習來不及的 絕不會怨你的 我們快回鎮上吧 當務大叔一致就不好了 嗯 他只是扭上的腿插附了皮 這樣上口服個藥應該就沒事了 他就勞煩鎮長照顧任務大叔了 我也趕緊要去找傳夫了 先告辭 啥 你說要找誰去 傳夫啊 你不是說要找傳夫才能開船嗎 我們還沒找到就遇上這位大叔 就得先讓他們扶回來 伊桑 你的意思是 你們不知道他是誰 大家見他身子虛弱 因此並沒有多問 問他是什麼盜賊或通緝犯嗎 哈哈 他既不是什麼盜賊 也不是什麼通緝犯 他們就是你要找的人 人啊 傳夫煩惱三啊 啊 是嗎 二十哥你瞧 這真的是叫老天有眼呢 這麼快就好了 哦 早上是撿回這個老命 不知該如何感謝這位兩 兩位年輕的少俠 換當初不用客氣 其實我們本來獲得正常告知 這是要去找你的 哦 我跟少俠是為謀面 不知少俠所謂何事 哎老三也是摔糊塗啦 這渡船口就剩你這艘船 找你當然搭你的船啊 不然還有什麼要事呢 哦 哦 原來原來 少俠是要搭船到濡洋城啊 是的 因為我們有時 時刻上的約定 所以 要趕時間是吧 沒問題沒問題 算我的腿瘦連傷 沒什麼大 只是 就是一整天沒吃東西 肚子餓得很 勞煩兩位少俠先到渡船口 等我一會 讓我先去填填肚子 好有力去開船上路 沒問題 方大叔 你就安心去填肚子 我們兩先去渡口給你 好好好 我會快去快回的 多些正常的指點 那我們先行離開了 方大叔 你填飽肚子 是啊 雖然吃了有些擠 不過體力恢復不少 知道真的 咱們可以開船 只不過 這位姑娘 他也想搭船 這位姑娘 但是我們可是先幫他 這套船的 方大叔 你不會不守信用吧 呃 這我當得明白 更快你們要救我的命 可是這位姑娘 你也很急啊 她是不介意跟我們 都共搭一船 只是你們 很抱歉 都是貪圖的要求 只希望兩位跟他同時即使 即使所逼 能夠將心比心 給我一個方便 我們 我們藥物在身 怪且我們同姑娘似乎相似 你這要求令得好生為難吧 只是共沉一船 何然為難之友 敢請兩位是少 少年俠侶 先我愛了兩位的眼 這次不成問題 我可以獨自大家船的一頭 絕不盡讓兩位恩愛 前卷 你 這位姑娘 你有所誤會 我們只是同門師兄妹 請你如手足 並沒有任何不可告人的情勢 姑娘不記得同大家一船 我們就是歡迎之志 二師哥 這位少俠 真是快人快語 好爽不及 那麼我就打擾了 我去兩位恩人 老三我只是過意不去 不能這樣吧 我窮關關一個 也沒什麼好報答兩位的 若是今後兩位要搭船 來訪鵬洋和長坪鎮 我就免費讓兩位 搭渡我的船 趁老三我對兩位恩人一點心意吧 放大叔 你不必如此 不要緊 這兩位少俠 不小心我這破船 更讓我盡這棉薄一舉之力 還清恩情 也省得我來一次 再來惦念不忘 放大叔 太客氣了 我們就在此謝過 以後有饒你了 不敢當不敢當 那我先去船邊等候兩位啦 師妹 放他怎麼了 你不是一向最樂於幫助別人的嗎 更換一個單身年輕姑娘 只是同大一船 你的反應何以 何以如此巨人於千里之外呢 二師哥 若是平時我 自然是不會有任何意義 但是我身下身負護健重者 那又是個數外平生的人 伴著伊特的陌生人 我擔心 原來如此 師妹果然心思缜密 但是這位姑娘 看來如此坦率豪爽 加上某護健健甲之士 又無貪腦之道 師妹大可不必如此 經不還位 我 二師哥你可別嚇我 我只是有不好的預感 總覺得那姑娘 並非善哩 師妹也太多虑了 雖然那位姑娘 扮相伊特 又是金正的盟子 但有可能並非中途人士 我正來自一國外客 師妹不可如此 隨意揣測木血木生姿的 是 好了 會不會想那麼多了 這麼快點 打理打理 早些上船 別讓人家走後了 嗯 好 沒有問題 看我的吧 就是這樣 二師哥覺得如何 二師哥 哦 呃 什 什麼 二師哥 你心不在焉 你有心事嗎 沒 沒什麼 我只是一死分神罷了 二師哥 你 你在想些什麼 要說給我聽嗎 啊 沒有什麼 只是 呃 我 我 其實師妹 我在想 二師哥 你想說什麼 就儘管說吧 我 我倒是支持你的 我就曉得 師妹一向接我的心思 其實我想問問你 如果 我就這樣冒冷去同那位姑娘說話 是不是會 太唐突了些 那位姑娘 二師哥 為什麼想去跟她說話 我只是想 當一個姑娘家 既然都肯放下身段跟我們同大一船 我們就完全不聞不問的毫不理會 是不是太過 不盡人情了 長言道 十年修得同船渡 既是有此機緣 何必要如此冷漠呢 我想既是同事照顧之人 一 你一無互相照應才是 二師哥說的沒錯 但是 師妹也別太操心 我們鹹少了機會下山 難得有此契機 是否應該多解掉幾個朋友 幾乎是美式一裝 二師哥 二師哥 多謝少小的關心 你 你什麼時候走過來的 你當練我們的談話 真是抱歉 很不巧我聽聲聽力 就免以常人 更換齒床也不大 江山又靜密 并非有心 歸探 歸探窃天 請兩位盡量 這不礙事 我和師妹也不是說些什麼重要的話 既然不能有一陸陸大方 心懷坦蕩 我們也不會放在心上 既然少小這麼說 昨天少小還是豪爽在進行中的 那可否請教兩位如何稱呼 這下印尖雅 這位是我同門師妹高皇君 原來是櫻公子和高姑娘 這次新婚 我叫雙雙 換我雙了就行了 既已護到姓名 沒有把酒言歡 就未免有附這夜色美景了 放著船戶告知我這船上內 備有水酒小菜 不妨我就喝酒閒聊 肚子涼消如何 那是 那是不成問題 你們聊 我就陪放大叔說話 免得他太累睡著了 是 師 師妹 剛才高姑娘對我有所成見 那我就不便多多的搭擾 我還是獨自回我的床尾 甚至討人險 雙五姑娘 既圓圓我師妹的無禮 她像人都不是這個樣子 或許是有而是讓她心 心裡頭煩悶 才如此事態 請讓我帶她向你陪就不是 好說 因為少小客客氣了 那我如以所言 放在邀約 還做不做算 其實我在這床上 也真悶的發黃 竟然雙五姑娘一見女友 都肯如此驅舊相邀 我陰謀 也有不應之理 只是酒量潛為 姑娘莫 莫多見怪 真本是潛著 我可不是好飲 一燒起來就不必操心啊 那麼 我再去準備韭菜 有得要算算姑娘了 高姑娘啊 你沒怪方大叔我多嘴 你們好那位姑娘 只品水相逢 賭船之遠 到了浦洋 營也就各自散了 你一個人在此喝酒生悶器 何苦呢 唉 真是的 我也不明白 只是見到四哥 看見雙雙姑娘的眼神 我就 心裡頭不舒坦 哎呀 這也不能怪殷公子 像雙雙姑娘 這麼美的一個 迎親姑娘 我煩惱 三這不厚之年 都忍不住多巧良眼 得況 迎親氣盛的殷公子呢 人非聖賢啊 原來雙雙姑娘是來自異國 能夠萬貌嗎 不然走如此 又以中途 你說你居住的城市叫幽都 恕我之言 這沒有聽起來 似乎 悔暗陰生了些 我們不談這個 因為少俠 又 這是幽口 我叫了陰生英大哥 你就和我一傷雙命如何 不會怪我彈毒失禮吧 我平常都有一個好命子 高險都來不及了 有回彈毒之罪 只是 只是 怎麼啦 只是這瓶水相反的緣分 也只能夠維持到對岸 就要煙消雲散了 雙妹是要上哪去 我們或可結伴而行 不可能的 你不會再想見到我的 雙妹如此也合一 我 只能趕上的壞 需要此刻再提 我們是以這補酒 盡這月色吧 我是高姑娘啊 你這個叫做戒酒 交醜 仇上更醜啊 當心很快就喝醉了 哎 真是醜醜的小姑娘啊 怎麼 頭真的有點暈了 我在這兒的嗎 看吧 年輕人 怎麼是不聽勸 雙妹 其實 但是 我 咦 咦 怎麼 這好好運 林大哥 你是好人 我可惜你的 有萊斯都好 我一定要償還你 你終於醒了 二四哥 你真是讓人好生擔心 我 我怎麼了 我只記得我和雙耳姑娘一起喝酒 然後呢 雙耳姑娘到哪去了 我怎麼會在這 我是喝醉了嗎 二四哥 你就是不聽我的圈 不要相信那個什麼雙雙 這下我們被他害場了 你倒還惦記著他 他 害慘 怎麼了 難不成他做了什麼 他穿著米亞在我們酒中 降臨我命運 然後他 帶走九一天尊之劍 什麼 這 這怎麼可能 這可不是我瞎說 是方大叔告訴我的 他說我運了之後 他還好先降臨我 附近的床山內 床府已靠岸 他就被他見家走了 一早前還告訴方大叔 這是你送他的紀念 蛤 他空我 什麼紀念 我要跟 沒說過這種話 這我也清楚 我當然想想二四哥不會如此清算 就這樣把事關中大的物品 交給四不相處的陌生女子 即便他 這怎麼樣 這怎麼 要冒 美或洞的 你 你 你 說錯了嗎 你 你不要這樣 你的神經嚇壞了我 難道師妹覺得我是 可惡性好於做的燈圖子 不 不是的 不是的 師哥 你 你原諒我口齒笨拙 我沒那個心 罷了 總之神經流失是我不對 我才會聽從師父之眼 不可忘心他人 如今神經既因我所事 我就會負責巡回 二四哥 我跟你去 師妹就別跟著我了吧 否則到時累你 一種受到責罰 不 神經既是我倆一起互送 就是職責 我也有份 你要我先回師們 岂不是要我先受罪責罰嗎 這 反正職位 懲罰都免不了 就讓我一起跟你去找回神經 也得一起降風抵過 好吧 那麼我也快走 起碼先躲 躲過 躲過來接近的紫雲派 紫雲派人等 嗯 二四哥 這天影底下這麼大 這麼要上哪去呢 這床在浦洋開放而已 他下床不少 也會在浦洋傳說 浦洋城如此熱鬧 定有人會見過他 我們就在他沉熱裡頭 打聽打聽 搜尋線索 看他目前一直好如此的 好 我們還是找另一個方向 畢哥人群比較多大 哇 這紫雲派的人 我們快找另一個方向走 什麼 是大師兄 大師兄 大師兄怎麼也來了 诶 知识果然少年英俊 能够在短时间内 或且在农台之面 十吨应该以弄威奥 你千二八件莫师婆 师婆过家了 不用客套 剑甲呢 快把家交给我钱 去养殖剑罗峰 以没有误了十场 这 怎么知识乌的 我本人是不想交出剑甲 想让我会急救吗 师婆 这一点我可以帮师弟坐这 他倒是没有十字长期剑甲 哦 那么 他只是把他送给了免交粮 所以当然没有东西可以交出来 什么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运石者 你倒是解释个清楚 是 是完美无能 一 遭遇到一名女子 向你又骗走 二师哥 我跟迷藥 我看你是被眉色美惑的心智吧 不是的 牧师婆 我是跟二师哥一道的 我们只是被那女子 借共成一船之友 向了迷藥而失去意识的 哼 你明知互先来重则大任 需得一行权益几身为耀 而你居然让一个陌生之人 共成一船 分明就是意态上漫 了解性 如今曾经流失 天权美女师尊 迎面几遍你丢尽 这次老是烦恼而平 现在怎么好 也被你起到大洞的干活不可 王妹之错 王妹 一定会负起 轻微神剑的责任 哼 这一只本就赶紧全权负责 否则要是神剑一当一致 落入人世 你可知道将会引起 如何严重的火候吧 王妹是以性命 将神剑找回 否则将自觉 一场死罪 哼 这是自己要发的图示 可不是我教出你威逼的 最好四天内 将神剑巡回再次封印 否则被封印的力量 将会逐渐觉醒真巧 到时就不是你我能等 能够压制了 你们最好记住 我们走 公送公司 那大师兄 你也太冲动了 天下茫茫 你要是拿去找一个人 最后找到那名女子 难道她就会承认是她拿走神剑吗 大师兄何以在此处 是师父前往来是拜后牧师博 免得你万一悟到牧师的味道 或是出什么岔子 我也好像牧师博 欣喜智慧之前 那大师兄 怎么会知道神剑被窃之事 我到普洋后 就我派师弟们 轮流到固老丁少等候 你们下船时 就不见剑甲再生 而师弟又有船服于市面 藏扶着客栈 想当了我神剑被窃才是如此 有何奇怪 那大师兄会知道是被女子所窃 嗯 这个 我重复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你们之下来质寻我 师弟不敢 多谢大师兄的护卫 我们要尽管找回神剑 请告示 二师哥等等我 哼 二师哥跑这么快 该不会想多日找神剑吧 还有人应该没跑远 得赶快找他才行 二师哥 有点在这 我突然就跟你走私了 二师哥 你 你还在生气吗 我能气死吗 把师弟遗失试过错 只是竟然是护卷大师 为什么大师兄 就故意不出走向吧 是吗 二师哥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不懂 大师兄放在说 他这几日都有派师弟们 低着渡船头 那我一定知道有人 看见双双姑娘带头的剑甲 既是如此 大师兄为什么不孝心追回自治 大师兄他 他 我知道从小 大师兄看我不过瘾 总想看我出岔子闹笑话 那这等护卷大士 可不是孩子把戏 那居然也袖手旁观 足够使命我心凯 二师哥 你不要跟大师兄闹 是我跟他奥吗 俗可乐 俗不可乐 这些我心中自有分明 二师哥 你不要生气 我 十妹 我会对你发怒 我只是 二师哥 你别这样 这起码 起码 我是站在你这边的 十妹 我感谢你这颗心 可是十天之后 我是找不回神剑 恐怕我们就得 下辈子再做师兄妹 不会的 二师哥 我们一定要找回来的 要是没有找到的话 你也别傻傻地寻死了 我们可以 可以逃得远远的 远居三年 永远不问世事 过着与世湖 真的下一日子好吗 十妹莫说傻话 我只是银而无限 贪生为死之辈 而且是我一人之事 与你何干 你不必为我 一同奔命逃亡 我师哥 我 别瞧他 看似交络 那只果异的大甲子 他还坚持自己背 不让我效劳的机会 可不是吗 虽然是男人见到 美丽女子 但是却不太搭理人 等我两位兄台 方才所谈论的 可是一位金色的同母年轻姑娘 是 你认识他吗 还是你也见过 在下 这下和他守事 和他有约 只是不想走事 请问两位知道 那位贵人在哪吗 这个我们是不清楚 不过我们不是本地的 只是金额 早上上下船死 翘翘出生的 哪会自小那么多 不过不知道这算不算 兄台请说 这下感激不尽 嗯 我是瞧见他跟一个白胡子老头问话 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基本上浦洋城我是不太熟视 你可谁自己去找找 这样子吗 都会这位兄台致电 这是很明显 就是告辞 师妹我们走吧 稍微打一下 是 然后这边有 有几个 一个是擂台 一个是境外 近走 那境外近走 这个 我们就不赌了 我们打这个擂台试试看 然后这个是压大小对不对 无聊 打 啊输了 好不 好就这样 我们打一下金怪 我钱这么多 他赌个屁诶 打一下那个 暗黑雷塔 打完之后也会有一个 精美的奖品 但是后面很难打 他就是越难越难打这样子啊 好 第八场 打出 哪有什么都没有 哎 好像打完死场才可以 呃烟银死场啊 好 就这样吧